我們現在生態如果它是一個生命 我們早上看的是一個大的架構 等一下我們要進去就要上解剖課 就是進去看它裡面的組成 它細緻的東西位在哪裡 它每一個東西 忘記了 我們等一下進去的就是要進去它裡面的看它的組成 後面的夥伴如果你還沒有吃完了沒有關係 你就慢慢帶過來 所以你在南橫專冊 你可以看到這是第540頁 我們盡量以後你自己能夠去使用到這些資料 我們今天就是練習大家自己能夠使用這個資料為主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 你因為它這個地方它上去呢 有些里程術它不是做得很清楚 但是你自己如果真的想要了解的話 其實你帶個皮尺 或者是用步伐去算 大概都可以算出大概幾公尺 然後每一個轉折的地方 每一個轉折的地方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呢就是第18號就是太魯格力 那我們早上講 今天這個石頭島上來了 然後有土朗化育了 然後開始有生命進來了 那這裡呢 這裡這樣的一個環境下 如果我們講的是大的尺度 它的一個很特別的環境就是乾 乾旱 再加上說它一年四季的變化 有雨季跟沒有下雨又更乾 它本來這個地方就乾 因為裡面土朗就不多 然後再加上沒有下雨的話就更乾 那在這樣的環境下呢 一個有這麼乾的環境下 一個植物它要生存它要怎麼辦 這個生命要生存 那我們也知道說 如果在我們生物學裡面 課本裡面 在講說植物是不是要行光合作用 那行光合作用 其實植物它有分成像光合作用的類型 那一般都是 它在行光合作用的時候 它的氣孔必須要打開 它必須要交換氣體 所以當這個生理的現象呢 它照光下去之後 它的水分就會散失 那如果在這樣乾的環境下 它太陽又照下來 它必須要強迫它行光合作用 它氣孔要打開 然後它的水分又一直在散失 那如果在它沒有適當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植物它很容易就乾枯就死掉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那邊是九瓊 然後呢 橘木 然後過來是太魯格麗 那我們沿線過去呢 這整個步道上面 弱葉樹的比例就會很高 就是說 那今天要在這個乾的環境下呢 它在乾旱的時候 乾淨的時候 它就會把葉子弱掉 然後它就剩下枝條 然後來過冬 另外呢 我們這個像青鋼粒啦 或者是太魯格麗 這一些蝌蚪的植物 有看過那個冰原歷險劑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蝌蚪的植物 那蝌蚪的植物呢 在溫帶地方是很典型的一個樹種 它會落葉 但是到台灣這個地方來 因為我們的這個環境 跟溫帶又有一點差異 所以呢 它們的葉子呢 就慢慢形成是一個比較小的 然後它是有格子硬的 它可以防止它水分散失 那我現在要 就是說跟大家講說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 然後它其實有一些種類 它進來 它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那這樣的一個太魯格麗呢 因為呢 我們東邊跟西邊的 生物 就是基因隔離的關係呢 它自己又演化出 一個獨立的一個種群 一個種 像太魯格麗 就是跟我們在西部的就不一樣 就是說 所以說在我們台灣島的一個生態的特性 就是地地互異山山不同 每一座山 就是我們這個島嶼呢 跟島嶼之間 因為海洋的隔離的關係 它造成呢 我們在演化上面 它的種它就獨立起來了 那在台灣島這個地方 除了每一座山頭不一樣 還有包括這個峽谷 跟另外一邊的山頭跟坡面又不一樣 讓這樣的一個基因它產生交流 它有一些障礙 那慢慢它又演化出一個 它特殊在在地的 這樣的一個種群 那這個太魯格麗就是一個典型的 剛剛講 這個 剛剛我們沿路上來的時候 還有看到台東白袍子 因為很多人都有看到對不對 它跟我們西邊 西部的這個白袍子就不一樣 它的葉原的切磕就比較多 所以這也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跟基因它沒有辦法交流的關係 所以產生出來 它自己在這個地方 就演化出一個它自己的種群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太魯格麗呢 就是它葉子就是比較硬 然後比較小 那我們可以 如果細看的話 因為這邊比較危險 那沿途上面都還會有 那你就可以比較說 它跟青鋼粒 然後做個比較 那我們就慢慢走到橋頭 跟你們講故事 好 各位齁 你如果拿著南橫專策的第540頁呢 這邊我們看一下九瓊26號 九瓊就是這一顆 這顆就是九瓊 那這一顆跟太魯格麗它的適應的方式就不一樣 這一顆呢叫做弱葉樹 它在乾氣的時候它會把葉子都弱光 那太魯格麗那個邊呢 它的葉子就會比較乾 它可以防止水分的散 它上面還打一層蠟 它就跟西部的這個 呃 這個這個 這個科朗科呢 它就自己演化成自己的一顆 那我要講的是 當時的在2005年的時候呢 我過來這邊做調查 因為有些朋友還在吃 我們就先用五分鐘說講這一段的故事 那 因為我是當時在2005年的時候 才剛學這個植物生態 才第三年 那第三年的話 其實我認識的植物系統不多 那 而且你在西部做研究跟在東部呢 其實是環境有不一樣 然後我就接到這樣的一個工作 我到這邊的時候呢 然後就要進行這樣的一個調查 那怎麼辦 西部調查 因為好像看起來都不一樣 跟西部的都不一樣 其實有些是很類似的 那時候呢 我就開始進去裡面 就先把 我不認識的植物 就先採集標本 那 我們 像 我們有一些學員 大概有五六個 去參加那個生態教室 就是我們在三月份到六月份 有開生態教室 然後我們在檳榔園那邊做調查 那我就提過說 你對於一個植物的認識 其實你真的要放下心去觀察 然後看它的變化 所以呢 你同一顆植物 像我們過去是採集標本 那你們現在都有相機 就是用照相的 那我們過去在採集標本的時候呢 在自己認知上面來講的話 同一種植物 同一種 好像要採一個 二十次到三十次才會認識它 為什麼 因為個體有個體的變異性 它的蒙過出來的葉子好像又不一樣 然後山上 然後你去 它又不是說每一個都有鐵收牌 然後你去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好像很像九首 但是又好像不像 然後就有一種那種 懷疑不定的乾脆 它就採一頓標本回去 結果再比較一下它是同樣的 所以呢 當時我們在標本採回去的時候 然後就在實驗室裡面 就是把所有的標本全部鋪開來 然後要把同樣的放在一起 因為我都還沒有辦法判斷它是什麼 我必須要請老師幫我做鑑定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呢 像我們在請楊國珍老師做鑑定的時候 同樣的植物不能問超過三次 你同樣的植物問三次的話 那怎麼辦 就會被它電 上次不是才問過 剛好五分鐘才問過 又再問一次 所以呢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必須要先做功課 也就是說我們在認識植物的時候 或是認識生態的時候 只要你把眼睛打開去做觀察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名字 名字是後來你熟悉的時候 就慢慢就會把它結合在一起 但是你要具備的一個能力 就是 九瓊跟太魯格力有什麼不一樣 有時候樹幹 有時候那個葉子的很多細緻的地方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培養的就是 A跟B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一群裡面 我們是不是能夠把它拼湊出來 它的差異點 差異點 然後去訓練我們的觀察力 然後再經過我們去認識之後 再把它分類開來 所以呢 我當時在把標本採回去的時候 大概有一趟出來 大概就兩百多份標本 那裡面只有 零多是七八十種 但是很多都是重複採的 有一些比較少看到的 我至少都採了兩次或三次 那這個時候你必須要把兩百份標本 找了一個很大的教室 然後這些標本全部都 一份標本是三十公分長 大概半張報紙的寬度 所以呢 我就在教室裡面 就是把這兩百多份標本 全部都布在地上 布在地上的時候 就開始練 就是超級比一比 一號跟一百零五號比較像 然後就趕快拉過去 然後就比比比比比 比到最後 全部比完之後 大概花了一天的時間 確定他們大概再檢查一遍 好這時候才敢拿去送鑑定 老師這個是什麼 所以這個功夫就是 這個時候當你已經看過 這幾個種類它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我不知道名字 但是我已經可以區別 它們兩個是不一樣的 接下來再給我名字 我就會很容易就進來了 如果說你一開始沒有進去說 我去很仔細看它是什麼 我只是問說 請問這個叫什麼名字 對你來講可能沒有意義不大 因為你這個名字一散過去就沒有了 那你甚至它裡面是什麼也不知道 好 那 那這個 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去做了這樣的一個調查 然後接下來呢 呃 陳老師就講說 那要量這個橋的長度跟深度 好 量橋的長度跟深度 那我也沒有知道說 也不知道說 他已經做了一些文獻的收集 譬如說 他就講說 1938年的時候 台灣總督府什麼 資產局農務科 好的資料裡面 這條橋是什麼 101.82公尺 身是73公尺 陳老師都 陳老師沒有在喔 他也沒有跟我講 就說 你今天要去量那個吊橋 他沒有跟我講 我要是隨便量的話 就是又被打槍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做得很仔細 其實我那時候做也沒有特別說 我不知道老師已經有這樣的數據了 但是我去做的時候 那我 我那時候也是很仔細的 講說 既然是要從兩個橋墩到對面去 那你到底要從 這裡開始量 還是這裡開始量 還是這裡開始量 然後我必須那個橋墩也要量出來 橋墩也要量出來 然後我的距離就是 取橋墩的中心 但是如果他要講這裡的話 我這邊再加上去 如果要講這裡 我這邊再聽上去 然後就從這邊開始量量 量過去 量過去呢 我就回去呢 就要繳資料 就是跟老師報告 這裡面的橋齁 是 我量出來齁 101.8 101.8 因為呢 那兩公分 可能我們在取橋墩中心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誤差 所以我那個公分 那個 一公分兩公分 我就沒有列進去 就是101.8 就跟1938年的101.82 差兩公分 然後他寫出來的時候 我才嚇一跳 喔還好我沒有亂跳 差出來 就這個橋墩的位置 跟在1938年日治時代的時候 是很接近的 所以 以至於說 這樣的一個數據 就變成說 那這筆資料 1938年的資料 可能就比較具有參考價值 跟現在是比較不同的 那另外呢 在1938年的時候 他們也量了 他這個橋 到西谷的深度 是73公尺 因為當時我也不知道 有1938年這個數據 然後我就帶了學生說 老師說 那去量一下橋的深度 他也沒有跟你講 要怎麼量啊 那怎麼辦 我就到這邊來看 哇我也不可能 那個橋很深對不對 那我也不知道幾公尺 然後我就想說 那裡面的量深度 是從 從哪個位置開始量 然後我就在想說 這邊有樹啊 有草啊 有石頭啊 還有水的地方啊 那他到底要哪一個深度 都量 因為我不知道他要哪一個 只是我只好都量 那都量的話 你要怎麼量 他想要去用什麼 深度 然後就想說 用15 15之前要停動 用皮脂的時候 糟糕完蛋了 皮脂只有50公尺 皮脂存下去的時候 不到地面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說 今天這量會超過皮脂 一般我們在用的那個 測量的皮脂 50公尺算一定很長 對不對 那你很難想像說 原來這個量要超過50公尺啊 然後就想說 當時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有在我們放這個豬的油的水線 就是泥龍線 沒有 我們就是乾燥就用水線 然後用水線 然後下面要掉一個 類似天水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放下去 然後就開始量 碰到樹的 碰到草地的 碰到水的邊緣的 碰到水的邊緣的 碰到核道的中間的 然後就這樣量 量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一個 這樣的一個 曲線 好像的一個曲線